许多人都知道德云社有很多分社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 郭德纲老师甚至在南方都成立了南京德云社 把相声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原本以为这已经是登峰造极的成就了 可是郭德纲老师用实力告诉你什么叫永不止步 在甲板上吹吹海风 看看海平线上的落日乘坐游轮赴一场星辰大海的征途 是不少人理想中的一种旅行方式 11月2号天津官方发布公告 要跟德云社合作 在国内的游轮航线上说相声 不仅可以站在甲板上吹吹海风 还可以在游轮上听相声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这个消息一公布 大家可真是吃了一惊 如今德云社的相声已经不满足于在陆地上了 这下子直接开到海上去了 郭德纲也成为了第一个开辟相声航线的人 在整个相声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团体有这么高的成就 有网友调侃说 于谦的父亲是蒙古国海军司令 没想到德云社的相声真的说到海上去了 近日天津市发改委又编制了天津市油轮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至2025年征求意见稿 在重点任务中明确写道 加快构建天津邮轮航线国内循环体系 推动邮轮母港 既有国内航线全面富航 适时开辟国内新航线 丰富天津邮轮本身邮轮活动 提升美食餐饮品质 引入德云社 朗朗钢琴社等团体 完善休闲娱乐业态 打造邮轮补业港 从规划中大家也不难看出 从2021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里 天津市的邮轮行业将开辟国内的豪华邮轮旅行 把德云社的相声等娱乐活动引进来 打造一个邮轮补业港 从天津德云社成立以后 郭德纲跟天津官方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这次的相声航线 更是德云社开拓创新的一步 郭德纲真是魄力十足 能坐得起豪华邮轮的 一般都是非富即贵 所以不难推测出 德云社这条相声航线的演员 肯定都是当红演员 比如岳云鹏 张云雷这个级别的 郭德纲和于谦参加的可能也有 对于相声同行来说 德云社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而且根本没有追赶的可能 在整个相声行业敢这么做的 除了郭德纲没有别人了 这条相声航线 无疑是德云社相声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是德云社海外巡演之后又开辟的一个新领域 官方愿意跟德云社深度合作 也能证明郭德纲的相声理念得到认可 德云社的相声深入人心 这也无疑打了那些质疑者的脸 有这么多人支持德云社 以后谁要是再敢说德云社三俗 那可就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从万夫所指到如今众望所归 郭德纲证明了什么叫末期少年穷 真是太励志了